新北市政府为了让生障朋友能够在地救养 运用了工艺彩券盈余分配基金 并活化利用空间 在综合尖山脚活动中心 成立了第18家的生障者日间照顾中心 可以服务15位的身心障碍者 让学员在这里可以学到自理能力 1 2 3 请转身启动 请大家掌声鼓励 恭喜我们综合尖山脚的社区日照服务正式启动 新北市第18家生障者日间照顾中心 落脚在综合尖山脚活动中心 前身为综合尖山幼儿园 在幼儿园搬迁之后 社会局活化利用空间 积极筹设计照顾中心 服务18到64岁中重度的生障者 培养他们自理能力 也让家属能有喘息空间 一方面我们投入这样的资源 主要是目的是让心智障碍者的家庭的孩子 在这边可以得到技能的训练 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适应 那无形当中 我们就可以帮助这样的一个家庭 尤其是让者家庭照顾上 负荷是比较重的 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日间照顾中心 让他们来到白天来到这里 学习生活的技能 那回到家里以后 更能在社区里面生活的更好 在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带领下 大家围在圆桌旁和生障者一起进行植物盆栽 组装体验 为了培训学员自理能力 中心还会安排烹饪 职能训练以及绘画等课程 让学员接受完善的照顾 像很多在那边学习扫地 回家还可以帮忙扫地 那类似这样的工作 当然你有听到 他们很喜欢学炒饭 所以回家也可以煮个饭给妈妈吃 所以这些都会带来很多 家庭关系的促进 孩子生活的进步 那可可惜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方 依法令只能收15个 所以可能将来就要排队 不过我想社会局会增加更多的点 那广青也尽力来服务 利用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 委托广青基金会办理照顾服务 新北市政府希望生长者能够在地救养 提高居家和社区的适应力 也能够减轻家庭负担